有很多人一直担心说 买心菜的时候会买到这种喷农药的心菜 所以有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这种带有重演的这个心菜 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有重演的心菜并不代表没有打农药 它只是闲两三天没有喷农药而已 在下秋两个季节里蔬菜特别容易长绳子 所以说没打农药的是不可能的 只是多或者草而已 大家好这里是阿慧小熟良我是阿慧 秋天多吃一点菠菜非常的好 但一定要记住不容易两种食物一起吃 那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道菠菜的心思法 简单营养又美味 接下来我们先把菠菜挑选干净 把那些根还有烂叶都给它挑出来 然后再用鲜水简单的给它清洗一遍 因为里面的沙子特别多 所以要先给它清洗一遍 洗好后给它捞出来 重新换一盆薪水 接下来再倒入一槽食用盐 然后再倒入两勺小苏打 因为食用盐可以洗到一个很好的砂金消毒作用 而小苏打它有着很强的气污溶力 它可以把蔬菜叶上面的山牛龙叶都给它气熟掉 这样子给它浸泡五分钟就可以了 五分钟后我们把它捞出来 清晒要这样子给它浸泡清洗才会干净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水 里面的这个水特别的浑浊 所以清晒直接用清水清洗是洗不干净的 接下来直接把这个波晒用流水给它清洗干净 烙出来控干水分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碗打入三个鸡蛋 然后再加入数量的这个食用盐 把鸡蛋搅拌均匀后放一边备用 接着再准备几个蒜头 先给它掰酥 然后再给它切成蒜末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几个辣椒干剪断 放一边备用 洗锅倒入一槽花生油 然后撒入一把花生米 先给它爆炒一下 给它爆炒从金黄色就可以给它熟出来 锅底还有油我们直接倒入鸡蛋液 煎至两边金黄就可以给它熟出来备用了 接下来把菠菜先给它勺一下水 因为菠菜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扫酸 扫酸会阻碍我们人体对钙的一些吸收 所以我们在撕的时候一定要先勺水 这样子才能吸收得非常干净 接着我们再倒入几滴的这个香油 这样子才能够锁住菠菜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 水烧开后就可以把它捞出控干水分 放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把煎好的这个鸡蛋 给它切成蛋条 鸡蛋切好后放入碗中 然后倒入少好的这个花生米 倒入蒜末 倒入辣椒 撒入一勺使用盐 再倒入适量的这个鸡精 撒点白糖 它能洗到一个很好的提鲜作用 最后撒上烧好的花椒油 哇太香了 接下来直接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一份简单的菠菜就已经完成了 菠菜这样做开胃下饭 再加入鸡蛋花生米既营养又美味 嗯真是太香了 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 秋天的菠菜虽然好吃 但不要以牛奶或乳辣一起食用哦 那样会破坏到我们对盖的吸收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